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随着美国川普政府与华为的紧张局势日益升温 华为首席战略架构师 党文栓近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 华为已经要求员工取消与美方人员的技术会议 并且已经遣返深圳总部的美国员工 据世界日报援引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党文栓表示 在川普政府将华为及其他68家公司列入黑名单之后 华为深圳总部的美籍研发人员 已经在两周之前遭遣返 党文栓进一步表示 华为也将限制员工与任何美国公民的互动 报道指出 华为总部宣布此消息的时候 当时正在举行的会议匆匆结束 而且美方人员被要求带走他们的笔电 移除网络并离开华为的总部范围 华为花了几天的时间 改变华为中国办公室与美国办公室之间的联系方式 以确保一切符合美国的实体清单规定 一位常驻中国大陆的美国公民 惊讶地收到了华为一位长期业务联系人 发来的礼貌讯息 表示将推迟所有联络 直到另行通知 内容显示由于我方规定 我们不允许与美国公民 会面讨论与技术相关的事物 华为表示公司持续检查 来到华为园区内部的海外访客 是否持美国护照 并警告私人对话 都不可涉及与技术相关的主题 都不可涉及到华为园区内部的海外访客